天空裂开一道缝隙,一把长剑从中缓缓伸出,场面之壮观令人瞠目结舌,而这正是传说中的万剑归宗,最后一世剑开天门,而使出此剑法的男人名叫剑十二,为了让大家了解剧情,电影需要从头讲起,江湖传闻在鬼佛山有意令人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名为七杀宗,其门下杀手各个身怀绝技,功发超群,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宗主百里荆棘的杨子,因善于遇见杀人,被称为剑, 也就是我们的剑十二,这一日魔宗得到消息,大夜城有一个依附他们的小宗门最近有些异动,所以派剑十二和红商二人前去清理门户,七杀宗的规矩,凡是刺杀任务,目标上下绝不留一个活口,但看到地上的孤儿寡母,剑十二还是犹豫了,他与红商相恋,早已厌倦了江湖纷争,于是决定带着红商浪迹天涯,可这江湖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两人还没走出夜城,七杀宗的杀手已经追到, 此人号称虚空叛人灭魂,不仅能飞天遁地,还精通各种东营人数,不过第一杀手可不是白叫的,剑十二是宗主亲自培养出来的高手,近一个回合,忍者已经落入下风,突然四周房屋开始摇晃坍塌,尘埃中只见一旁人大雾冲出,巨蟒张开大口,横冲直撞,此时巨蟒口中钻出一位女子,她手持镰刀,速度极快, 剑十二连忙躲闪,挥动指尖,瞬间八把长剑环绕其身,两个回合后,女人被击退,此人号称蛇女,能够操控魔物,八旗大蛇,而在七杀宗有一条规矩,生人进,死人出,所以今天剑必须把命留下,大战一触即发,剑十二瞬间召唤出数把长剑,刚要出招,一个和尚从天而降,一拳入地,长剑合成盾牌抵挡, 也被其力量击散,此人被称为假僧除狗,练得一身佛门功法,最擅长的便是这招金钟罩,剑十二催动无数把飞剑也没能伤其丝毫,这时角落里传出一声尖笑,此人号称药师燃茶,善用毒章以及藏在令旗中的鬼头幻影,至此,七杀宗排得上名的杀手聚齐,剑十二也不再留守,双指发出红光,剑侠瞬间飞来击退大蛇,剑侠内无数场剑飞出,忍者挥动飞刀抵挡,可这遍布空中的 长剑岂是他能抗衡的,忍者只能顿入水中缓冲剑速,接着一跃而起,八只飞刀瞬间射出,本想借此分散剑十二的长剑,不料对方的数量不减反增,以至于忍者都疑惑地问他,剑侠之中究竟有多少把剑,剑十二并没有回答,顺势出手反击,就这样,几人连手之下也控制不住剑十二,剑十二被蛇女逼至房顶之上,是时候结束这场战斗了,剑十二双指凝气,漫天长剑环绕其身,可就在这时, 一直被他护在身后的红伤竟然挥动长刀,一刀就砍下了他的右臂,剑十二瞬间破防,下一秒,红伤嘴里说道,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死,宗主已经安排好了,这江湖你我逃不了,伤心比伤身更痛,剑十二在双重打击之下发出了最后一击,人跳下了万丈悬崖,不过古代的山崖之下,那是必有其遇,剑十二也不例外, 一位在树上躲避官府追捕的姑娘发现了他,并将其带回了家,根据姑娘家院子里的这只巨鹅不难猜出,在这个家里一定隐藏着绝世高手,经过姑娘老爹的治疗,剑十二总算是醒了过来,不过面对姑娘的关心,剑十二却充满了警惕,几天后,江湖城内剑十二被妇女二人拉到集市上,以伤残之名乞讨, 谁知半路却出现当地恶霸二狗,此人身背剑十二的剑侠,一路上耀武扬威,可刚走到剑十二的身旁,灵气任主直接拉着二狗就栽到了地上,剑十二的晚辈打翻,于是伸手捡铜板,谁知那二狗竟然一脚踩在了他的手上,剑十二的脸上慢慢露出了杀气,此时姑娘依依突然出面阻止二狗,二狗面对如此美女就要行那不轨之事,不料依依也是身藏不漏,一个后空翻,胸前的项链变成一把弯刀, 以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速度,搜一下,绕着二狗几人转了一圈,那帮人的裤子就被扒了下来,顺便摘了几个人的钱袋,随后赶紧带着剑十二跑路,然而依依的这一举动却惹下了一系列的大麻烦,依依跑路途中正好经过父亲的算挂铺,父亲见状迅速出手帮忙揽住女儿身后的追兵,依依这才成功逃脱,随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剑十二慢慢对依依一家人放下了防备,但至今没人知道剑十二的真实身份,直到这 那一天,那些二狗为了报复依依,竟然抓了依依的二弟,依依赶去救人,却中了二狗的陷阱,可就在二狗露出淫荡的表情时,一个榴莲突然飞来,剑十二终于出手,几个凡夫俗子很快就被解决,可刚把人救下来,又来了一帮人将他们堵住,剑十二忍无可忍,一把打开剑侠,八把长剑飞出,瞬间二狗就被扒了个金光,下一秒,二狗便连忙跪地求饶,当剑十二得知剑侠是二狗捡来的之后,一把甩给对方 让其拿着离开,剑十二已经不想过回之前的生活了,可当几人回到家,一一的老娘就把剑十二叫去谈话,原来老娘看到剑十二今天使用的招式,认出了那是七杀宗的功夫,老娘害怕自己一家因为剑十二引火烧身,所以想让她离开,听完老娘的一方话,剑十二明白,也是时候离开了 于是主动跟一一告别,感谢她的救命之恩,可一一对其早已暗生倾诉,于是两人畅谈了一夜,与此同时,七杀宗的杀手寻着剑气找到了二狗 二狗以为自己足够饿,可面对着会吐镜子的美女,还是吓得失声尖叫,很快二狗就说出了剑十二的下落 第二天,剑十二换上了一一老爹年轻时的衣服,一身先锋道骨,老娘直接看呆了,脑中浮现出老爹年轻时的样子,直接晕了过去 看来这两位果然不简单,晚上一一拉着剑十二来逛灯会,谁知转个头的功夫,一一就消失了 随着一股浓烟的出现,百姓们四散而逃,剑十二一回头,红伤拿着一一的项链出现在身后,说了句好久不见,扭头就走 剑十二这才意识到,这股浓烟是药师的独障,果然药师带着鬼面幻影现身 剑十二单手一横,背后场剑叙事待发,一场大战也就此打响 为了救出一一,剑十二就算是一只手也要拼一把 好在凭借着御剑之术丝毫不落下风,要是自知不是对手,直接放出大招 瞬间无数鬼面幻影袭来,剑十二闪神躲过,双手一挥打开剑阵 无数把剑合为剑盾,伴着剑语冲破了幻境 此时,楚狗和忍者也杀了过来,但没人知道剑十二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 所以这一次,剑十二不打算留后手了 看着漫天飞舞的长剑,和尚赶紧打开了金钟罩 剑十二双指灵气,长剑凝结成一把巨剑 不到两秒,金钟罩被击碎,和尚直接被钉死在地上 接着,剑十二一个瞬移,钥匙被击飞 一个华丽转身,直接万箭穿心 忍者还想抵抗,可他制出的布条直接被撕碎 随后单手一指,一个前空翻,忍者直接盾进了地下 他使出水盾,想要金铲脱鞘 但这次,剑十二不会再给他留机会 直接遇见飞进忍者的结界中 在水中人剑合一,瞬间忍者化为了一滩血水 随后剑十二冲出结界,直接遇见飞行 追踪红伤,二人带着依依还没跑远 一把长剑拦住去路 可惜,就算是前女友,也完全不了解剑十二的招式 她竟然会飞雷神 直接从背后偷袭,成功救出了依依 抢过剑侠将蛇女击退 红伤一刀割下了他们的定情信物 给二人的孽缘画上了句号 最后,红伤告诉她 这次行动,宗主亲自出马,正在家等着你呢 一听老爹老妈有危险,剑十二心急如焚 可此时,少女突然大笑一声 直接召唤出了八旗大蛇 大蛇瞬间分裂出了八个脑袋 天空传来一声鸟鸣 一一家的巨额化身为巨大的仙鹤飞来 一拙一暗,八旗大蛇也不过如此 剑十二和一一趁机往家中赶去 果然,宗主已经在此功后多时了 剑十二二话不说,直接遇见攻击 可这点功夫在宗主面前不堪一击 也就在这时,宗主解开了剑十二的疑惑 之所以一定要杀剑十二 是因为宗主修炼的乃是七杀魔宫 追求的是灭绝七情六欲的天魔境界 只要有那么一丝情感就会潜功尽弃 杀他是因为剑十二是养子 相处时间太久,生出了感情 就在宗主要喊泪杀子时 老爹和老娘突然出现,将其救下 跟着三人内力相抗 威力之大直冲云霄 云霄之上一尊魔神出现 但同时出现的还有数把零件 以及一朵白莲花 一招过后,魔神被封印 而老爹老妈露出真容 原来他们便是江湖上 修饰二十年的传闻 鼠山剑气白云飞 女娲心法燃清晨 宗主认出两人身份后 自知不是对手 留下一句后会有期后 趁机逃离现场 现场第一怎么也没想到 一生平凡的父母 竟是江湖上最顶尖的高手 得知真相的儿女们 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于是老妈便向他们 讲述了二十年前的真相 老妈燃清晨是天山派的下一代天女 自古天女是要继承玄门正宗 修行女娲心法 守护天下的大道仁义 可她却急于求成 追求招式化繁为简 每日每夜的修行 导致修炼的女娲心法走火入魔 坠入了修罗道 在一天夜里 涂了天山脚下徐家庄十余户村民 因此受到了所有正派的审判 就在掌门要当着所有人清理门户时 鼠山白云飞一洗白衣嫁和飞来 她恳求诸位道友 放然清晨一条生路 今日就算与天下为敌 也要将心爱之人救走 下一秒 正派所有人持剑阻拦 却被白云飞的真气逼退 随后白云飞直接使出了万剑归宗 重创了正派各路高手 带着燃清晨坠入市井 隐性埋名生活 可如今为对抗魔宗 百里荆棘身份暴露 一定会引来正派人士的追杀 于是一家人决定 远赴彭来岛躲避纷乱 可他们来到海边 却迟迟不见接他们的船 等来的却是漫天预进而来的正派道友 迫使白云飞再次使出万剑归宗 海水瞬间化为无数长剑 击溃了海岸上的道友 这一次老爹几乎使出了权力 也许是年纪大了 老爹的身体也受到了反噬 不过好在他们成功逃进彭来岛 可除了正派追兵 百里荆棘也杀了过来 燃清晨为救依依 拼击权力放出了喊兵姐姐 巨额也在此刻蜕变 变成了仙鹤 燃清晨的姐姐很快被迫 依依急忙上前营救 而此时车上的剑十二苏醒 他将内力溶进毛笔 趁其不备直接射出 毛笔瞬间解体 百里荆棘挡下了万千绒毛 却被笔杆直接戳下了右眼 仙鹤趁机带着剑十二几人飞走 可依依却还陪在老妈的尸体旁 仙鹤带着几人来到鼠山的绝密境地 剑仙洞 老爹将自己毕生修为所凝聚的金丹 为剑十二再速肉身 帮他涅槃重生 这里的石壁上刻着鼠山千百传城 二十年前老爹就是在此误得万剑归宗 之后的几天里 老爹亲自传授剑十二鼠山功法 只要心中信念足够强大 就会拥有天地间无穷的力量 能够操纵的何止是九柄飞剑 剑十二拜别老爹驾鹤飞往鬼佛山 而老爹却在回忆中飞升 鬼佛山上数万魔教弟子布下大阵 但此时的剑十二已经到了半步成仙的境界 宁期间万剑聚集 睁开双眼的瞬间万剑齐发 消灭底下的小喽啰打破山门 然后与百里荆棘展开了最终决战 此时剑十二注意到 依依身上正在凝聚寒气 旧人心气的她直接人剑合一 刺穿了百里荆棘的身体 可就是这一剑彻底断了百里荆棘的情感 百里荆棘大吼一声 镇碎长剑开始汇聚四方魔器 她要召唤出七杀魔神 剑十二剑状赶紧用鼠山心法画出结界 跟着打算带着依依逃出鬼佛山 然而百里荆棘岂能给她机会 只见成型的七杀魔神对着剑十二发动攻击 可是到如今剑十二只能拼死一搏 使出万剑归宗 只可惜这招居然奈何不了 修炼出七杀魔神的百里荆棘 危难关头 剑十二误得万剑归宗最后一事 剑开天门 只见天空裂开 一把长剑从中缓缓探出 送百里荆棘领了盒饭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片名鼠山传万剑归宗 一部刚上映不久的国产大片 不得不说 这两年国产区的特效已经越来越好 先不说剧情设定咋样 就这部电影的特效就十分值得大家一看 好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观看一下原片哦